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 我是monkey 接下来开始进行我们系列课程第二课的讲解 制服串操作之常用方法 像本集课程的要点有如下两点 第一点制服串常用方法 第二点制服串的特点 在开始课程的正式讲解之前呢 我们首先先来准备一下本集课程 使用到的项目工程 在这儿呢我创建一个叫做02的文件夹 将上一课的项目完整的拷贝过来一份进行粘贴 双击打开VS 这里呢打开项目 选中第二个项目 打开 OK我们的项目呢已经打开了 那么接下来呢回到我们的文档中来正式开始讲解 首先是第一点叫做制服串常用方法 其实呢在上个节课我们已经介绍了10个常用方法了 那么在本集课呢再为各位补充5个 也就是说呢我们一共呢学习15个方法 基本上呢已经够用了 那么闲话少说从第一个开始讲起 第一个呢叫做contents 那么这个函数呢注意观察它后面呢我加了一个新号说明了它是一个重要的方法 各位呢一定要多多的掌握它 那么这个函数的作用是什么呢 作用是判断某个制服串中呢是否包含指定的制服串 如果说包含返回为真如果说不包含返回为假 使用格式呢非常简单 制服串的变量点上一个方法名 括弧里呢放我们要查找的那个纸制服串 OK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通过代码呢演示进行讲解和说明 console.write line 那么这里呢同样还是使用我们的名字 name.contents 名字里面是否包含什么呢 是否包含这个mon ok写完了我们来运行测试一下 f5运行啊看到没返回的结果呢是true 也就是说我的name这个变量中呢包含mon没错它确实是包含的稍微呢修改一下加个s 是否包含这个紫制服串呢运行啊false 没有也就是说呢不包含的意思 ok这里呢我还是改回来 其实呢非常简单这个方法呢就是说从这个制服串中查找它里边是否有某个纸制服串就这么一个含义 回到文档中来继续往下讲解 那么这里呢第二个叫做trim 它呢也是一个关键函数 它的作用呢是去掉制服串中前后的空格返回处理后的制服串 这个格式呢非常简单啊这个非常简单我已经说了很多遍了 其实呢确实非常简单格式呢是使用我们的制服串变量点上一个方法名括弧就可以了这个函数没有任何的参数 我们呢来测试 在这里呢我来示明一个新的变量吧 strand age age呢不是很形象 什么呢web name 哎 我们的网站名称啊宣传一下 散马网 哎注意观察 前面呢我来上一堆空格 后面呢也来上一堆空格 现在呢我们先来输出 console.write line 先把这个web name输出一下 保存 F运行 哎各位来观察 那么前面呢是有空格的 我们可以看到 但是呢后面的空格我们感觉不出来对不对 没关系 我们呢只需要在它的前面 各加上一个字符就可以了 比如说加上一个m 连上一个m 然后呢在它的后面也连上一个m 保存我们再来运行 哎现在呢看的就比较清晰了 这个字符串它的前边和后边呢都是有空格的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使用函数 console.write line 使用什么呢 使用这个trim web name.trim 这个trim的作用呢就是说将它开头的空格和结束的空格全部删掉 F5运行 我们呢再来看 看到没 那么这个就是第二次输出的效果 前面和后面呢都没有空格了 但是呢后边不知道有没有 同样呢还是使用上边的方法 前后呢各加一个标识符我们来看一下就可以了 看到没 处理完毕之后呢它的前边和后边呢都没有了空格 OK非常简单 我们呢继续讲解完了trim 它呢其实还有两个小弟 叫做trimend和trimstart 那么这两个呢就是说分别呢是用于去掉字符串结尾后的空格 和去掉字符串开始前的空格 我们呢也来操作一下吧 那么这里呢我就将前面的这个方法复制一下 然后呢稍作修改就可以了 首先第一个叫做trimend 第二个叫做trimstart 两个呢同样都没有参数 我们呢来运行测试 F5看一下 首先是第一个叫做trimend 把后边的空格给我们去掉了 对不对 第二个呢trimstart 把前边的空格给我们去掉了 OK 那么这个呢三个算是一组 但是呢用的比较多的还是这个单独的trim 将开始和结束的一次性全部干掉 OK 回到文档中我们继续讲解 还有第五个 第五个呢有点长 叫做is none of empty 那么这个有一个什么作用呢 它的作用呢是判断一个字符trim 是否为none或者说空 注意啊 这里的none和空是两个概念 如果说是如果说为none 或者说为空的话 返回真 否则返回假 那么这里呢简单的有一句解释 这个none呢它是不占我们的内存空间的 而空字符trim 这个东西呢它是占内存空间的 我们呢来进行演示操作 首先我先来设明一个新的字符串 strim 这个age n吧 找不到变量名用了 OK 各位来看一下 现在呢它是一个空的字符串 对吧 我们呢来测试一下 control.write line 和前面一样对不对 使用这个变量名点一下is none 诶 各位发现没 没有那个is none of empty 对不对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回来看文档 各位来发现 它前面已经不再是我们的字符串 编量名了 对不对 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strim strim呢是我们字符串的一个类型 对不对 它类型下边的一个方法 这种格式呢 我们后期会讲解 现在呢各位先留意一下就可以了 它要使用strim.write 方法名的格式 然后呢 在这里面放的是我们的字符串变量 看一下 来测试 Strim. is none of empty 把我们的这个n放进去 我们来运行测试 看到没 它返回的是true true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说明我们的这个变量 它是空或者说为n 这里呢改一下 改成n 那么呢也是一个负质的类型 看到没 变蓝了吧 蓝色的它就是关键字 我们来运行 同样呢还是处 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字符串变量 为空或者说为n 的时候呢 这个结果都是处 我们呢改一下 只要它不为空 全部为false ok 这里呢还是留空吧 那么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这个字符串常用的方法呢 已经呢给各位介绍完毕了 一共是15个 15个各位呢慢慢练习 但是呢重点需要多练我这种加星号的这些方法或者说函数 ok 那么第一点呢简单的为各位呢介绍到这儿 那么接下来呢来看第二点叫做字符串的特点 这里呢一共有三个特点 我们呢主一来看 首先第一个特点字符串呢它是引用类型的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字符串的数据它是存储在堆空间的 而在我们的站空间呢存储的是该数据的一个引用地址 和我们前期的那个语法基础课程中讲的完全一样 引用类型 那么这里呢我们来看一张图片辅助各位理解 看一下 我们呢先来看上面的这一部分以及呢第一句话 比如说这里呢我声明了一个string类型的内容 那么这一步呢就在我们的这个站空间中呢开辟一个区域 然后呢给这个区域提一个名字就是我们的这个name 然后呢这个值放在哪呢 值放在我们的堆空间 在堆空间呢开辟一个空间存放这个具体的数值 这个堆空间这个位置有一个地址值的 我们的这个站空间呢就指向这个地址值 也就是说呢在站空间中存放了这个地址值 有点绕口啊指向了这个区域或者说这个空间 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引用类型的一个特点 在我们前面讲了一些引用类型的特点和它是完全一样的 OK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第一点 为各位呢简单的说一下 字符串呢它是引用类型的 那么第二点字符串它是不可变的 什么意思呢 字符串是不可变的 我们来测试一下很诡异 为什么说它不可变呢 比如说这里呢我市面一个变量 叫做new new什么呢address 新的地址 这里呢我写上山东 老家山东 然后呢control一下 control.write line 这个new address 然后呢我重新给它复制new address等于北京 我现在是不是把这个字符串给它改变了呀 没错我再来输出一下 再来输出一下这个变量 new address 保存运行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输出的是山东 是我们的一个原始的字 然后呢又输出了一个北京 它呢是我二次复制之后的一个结果 各位发现了没 字符串明明已经变了 为什么它有一个特点叫做字符串不可变呢 那么这个呢需要给各位呢解释一下 那么这里呢首先有一句话 当你给一个字符串变量重新复制的时候 这个旧值并没有销毁 而是呢重新开辟了一片空间来存储新值 什么意思呢还是感觉不是很清晰 不是很明了 那么呢老规矩看图 看一下 两行代码连起来看 和我们刚才的例子呢非常的相像 首先呢第一个不用再解释了 关键来看第二个 第二个我给这个name重新复制为csup 那么按照我们正常的逻辑呢 它是将这个name的值呢抹去 在同一个位置呢改成csup 进行存储对不对 但是呢我们的字符串 由于它的特点是不可变的 所以说它没这么干 它怎么干的呢 它重新开了一个空间 把这个空间里面的数据呢 改成了我们的csup 然后呢在这个占空间引用的时候指向了这个新的地址 但是呢旧的这个值并没有销毁 只不过呢指向它的这个引用已经不存在了 就这么一个关系 所以说呢这个是字符串的一个不可变形 也就是说你给字符串每一次复制 每一次重新的复制 在这个内存中呢它都会开辟一个新的空间 然后呢指向这个新的空间地址 这么一个过程OK 那么这个图呢各位好好的理解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呢来看第三点 字符串呢可以看作是一个指读的字符书主 哎看一下 我们呢可以使用字符串变量名加上下标的形式 读取字符串中指定的字符 那么这里呢同样也可以使用这个放循环语句 来便利这个字符串数组 那么字符串变量呢点lens 可以获取到字符串字符的个数 那么这里呢我念了三句话 各位呢感觉出来了没 其实呢我们的这个字符串 它其实说白了 就是一个只读的字符数组 我们呢来操作一下 比如说 在这呢我再来设明一个字符串 什么名字呢 啊现在我起名字明显很纠结 mkcode 网站名上来 3w.mkcode.net ok看一下 现在呢这个是一个字符串 没错吧 同时呢各位也可以将它理解成一个字符数组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呢我就直接上这个for循环来将它便利一遍 给各位呢看下我就可以了 inti等于0 i小于mkcode.lens i取出字符串中元素的个数 或者说长度 然后呢不要忘记i++ 在这个分码体中呢我来输出一下吧 在这个语句块的体内 输出我们的mkcode 下标 i 保存 i付运行 哎各位来看一下 看到没 它是不是将我的这个网址给我们分别的取出来输出了呀 没错 变成了一个数牌的格式了 ok 那么现在呢这个 它就是一个数主 各位呢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字符类型的数主 进行理解就可以了 ok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字符串相关的知识点呢 已经算是介绍完毕了 其实呢 这里呢我先简单的预告一下吧 前面我们的五节课 都不是面向对象的知识 而是呢 从我们前面的语法基础 到面向对象 之间的一个过渡 我们呢 从第六节课开始呢 才会正式的进入面向对象的学习和讲解 这里呢先预告一下 ok 本节课呢到此结束 各位网友我们下节课继续讲解